听说昨晚二爷又去了碧波院 这月都递几回了 我那儿他一次都没去过 还有啊 二爷还打了一套新的经营手势 给那个碧盒 病死了 巧红 过来 把这马蜂窝铲掉 是 慢着 留着这个马蜂窝 前几天我和梅香说 想弄个有趣的玩意儿 来让大家开开心 没想到梅香这么快 就找了个照相师傅过来 老太太没说错 梅香是个能干的人 既然你觉得梅香能干 那这以后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就放心地交给梅香做吧 碧盒 你的手势 是 在太阳底下好闪 款式真好看啊 好看吧 这是二爷新送给我的 二爷说我皮肤白 带金子最好看了 这老太太真好看啊 真好看啊 没有没有哪有您好看啊 今天这么漂亮您可比多照几张 哎呦我哪能跟你们比啊 你们一个个如花似玉的 来来来大家一起照啊 来 都快过来 老太太 您用龙华贵气质非凡 那是我们这些凡夫祖子能比的 瞧瞧瞧 就你这张小嘴田 坐下坐下 慢一点轻点 娘 您这这怎么了 娘 二爷 我看看 这怎么回事啊 大爷小心点 老太太手上有伤 刚才马大夫已经看过了 说老太太的伤势无大碍 大爷二爷放心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就要问梅香了 梅香 是你负责准备照相的 花园里有马蜂窝 你不知道吗 你是怎么做事的 亏我之前还跟老太太夸你 好在老太太无大碍 否则你怎么但当得起 老太太是梅香大意了 还请老太太责罚 看来这内宅管理一事 你还是不能胜着 二爷 我觉得算了 孰能无故 一次两次疏忽总是难免的 梅香 以后行事谨慎一些 算了 我算是怕 要几个事也不敢交给你了 老太太 二爷 太太 你们赶快去看看六豫太吧 六豫太太 二爷 太太 马大夫 六豫太太的伤势如何 六豫太太的伤势虽然严重 可是只要吃一段时间的药消毒 也敢没有性命之用 只是 是不是二爷来了 闭合 不要进来 妹妹怎么这么说 二爷也是关心妹妹的伤势 让我们看看 我都说了不要进来 不要进来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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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我都出去吧 马大夫 好 可会留疤 这个 可不好说呀 这次是我太大意了 我应该想到 他主动把柴事交给我 一定没爱什么好心 不用说 这次布置的夏仁舟 必有太太安排的人 所以才能瞒得住 马帮我一事 这个马府房 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我一不留神 就招了他的道 好 我要查他的账目 是更无可能 老太太也对我颇有微辞 现在 才为失宠禁足 何又是这个样子 整个白家 就没人跟他抗衡了吗 那我的毒 我的毒儿怎么办 我的毒儿谁给他补充 小少爷的事情 已经无法挽回了 二姨他可要宽心呢 磨伤了自己的身子 太太 今天太大块人心了 那个碧盒满脸巴 看看以后 还怎么供应二姨 我就是让他知道 和我作对 根本就是以卵基石 太太 您真是高明 这次利用马蜂射局 不仅上了碧盒的脸 还将了梅香一局 看那个梅香 以后还敢再插手 妹宅的事情 至如今呢 这一时二鸟之际 也只有太太您 才想得出来啊 太太 喝茶 那 那要是 碧盒的脸好了 该怎么办啊 我 不想让他好 他就好不了 太太 擦擦脸巴 太太 这马大夫拿来的药 还真是神奇 擦伤后 马蜂就不折了 不过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还得要装作 受伤的样子 否则一定会引起 别人的怀疑 好 我知道你嫌这些红衣不好看 但是再不好看 你也得每天 乖乖地给我涂上去 嗯 要是坏了我的事 我可饶不了你 你 丘陵知道了 娘 姐姐们说你被蜜蜂咬了 疼不疼啊 明月帮你吹吹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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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不疼 不用担心娘 娘抱抱 明月 要不是因为你 娘一定拿一把刀 给杀了董儿的人 都归于尽 对